锁门的时候 女孩忘了挂上防盗链 凌晨两点左右 她忽然听到了特别奇怪的声音 但她不敢出去查看 于是就把姐姐叫醒 让姐姐陪自己去看一下 外面没有任何异常 但她突然想上厕所 便让姐姐等她一下 姐姐虽然无奈 但是也同意下来 没想到她目光异着 发现门把手动了起来 紧接着反锁的家门被打开了 她冲过去想把门锁好 但是有一股怪力不停地拽着门板 姐姐拼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和她抗衡 妹妹上玩厕所 十分疑惑地看着姐姐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妹妹还是听话地躲进厕所 然后她就听到 姐姐发出一声轻力的惨叫 妹妹被吓坏了 蹲在墙角刺刺发动 下一秒厕所门开始剧烈震动 门外不断响起诡异的声音 厕所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她绝望地尖叫出声 姐姐猛然惊醒 发现刚才的事情 只是她做的一场噩梦 她惊魂未定地看向一旁 妹妹也醒了过来 受到惊吓一般扑进她的怀里 妹妹竟然和自己做了同一个热梦 姐姐浑身泛起良意 猛然间抬头一看 现在马上就要凌晨两点了 她害怕热梦中的事情 真的会发生在姐妹俩身上 连忙放下妹妹 把家门反锁好之后又挂上了防刀链 姐妹俩正打算回房睡觉 门口就响起了鬼怪的叫声 门把手缓缓转 反锁的门被打开了 但结实的防刀链把鬼怪拦在了外面 原来在昨天晚上 妹妹忽然听到门铃声 她打开门后四处张望 门口却空无一人 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 鬼怪就已经盯上他们了 只不过姐妹俩同时做了一个神奇的鱼之梦 所以才侥幸逃过了一劫 人奈放下姐orang,前 crois 그러某 你爱郭 姐妹俩 Dur 你还可以łem